各位请看 宝爱女嘉宾张女士 40岁来自天津服务员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谈了五年了是吧 对 今天为什么而来 今天是我想来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一起 就是现在压力比较大 就是经济压力这方面比较大 再加上毕竟接受五年了嘛 从性格上了解的也越来越多 然后觉得中间的摩擦很大 行 当时怎么认识的 当时通过朋友认识的 然后谁追的谁啊 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追的过程 就是当时呢 我就是比较空虚 然后呢正好呢 碰上他了就在一起了 您这话说得倒特别直白 我很空虚 碰到一个我就跟他在一起了 是这意思吧 差不多 他没有点啊 就是因为你 话说言就是说 那个时候你碰到谁 只要跟你一示好 你都跟他在一起是吧 倒也不是 那他身上什么东西 吸引你呢 当时觉得他人还可以 做事嘛的都还行 就是刚开始不是很了解吗 行 这五年下来了 这男人怎么样 你评价一下 嗯 现在我觉得他不怎么样 缺点很多 好 而且我跟他说他也不敢爱 都有哪些缺点 您说说 首先我觉得他呢 战友欲比较强 这个我们怎么理解 他说我自己一个人 我去溜潮湿 杠进潮湿门 他就开始打电话 就不停地打 五分钟一个 五分钟一个就打 我感觉啊 就是不想让我自己出去 就是不想让我自己出去 就是不放心你是不是 我也老大不小 干嘛不放心我 谁都有给自己的空间 你俩人店捆绑在一起 那也没法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 每次出去之间 他全都和我说 他最多一个小时就回来 每次都四五个小时 我给他打电话 他也不借 首先那个光借 就是女人的减轻 而且我不是不借电话 我一般都是第一个借 我第一个没借的 就是我确实乱没挺肩 然后我只要我发现 我肯定会借一个 我告诉我在哪儿哪儿了 我溜一圈 一会儿就回去 说完之后 他还开始打电话 还一会儿就打 一会儿就打 那会儿我就不借 我诚信了 我就不借 我就不想借 就是诚信了 这么大人闹这脾气啊 听懂了 这叫控制欲强 还有什么毛病啊 就是我跟我贵蜜 出去吃饭去 到饭馆杠坐那儿 他电话就来了 你在哪儿呢 跟谁吃饭呢 其实我在家都跟他说了 他就是不详心 他说那你就反正想访设法 就是说你把电话那个 你给他 我跟他说一句话 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你也难看 我也不好看 然后一看 还以为怎么回事在的 他全都不告诉我 他和谁又去吃吃饭 他闻闻他 哎呦喝酒 一喝就多 我不放心吗 我是每次出去都喝酒 我是每次都喝多吗 我喝多是怎么造成的 吃饭本来就为这些事 烦心 还一个电话 一个电话 越喝越烦 越喝越烦 我也没想会喝到那种节目 确实喝得挺多 不是 有一个男人在家里 等着你关心你 不是个好事吗 不是 我觉得一般人 就是假如我 就正常喜欢 打电话 那个在哪 我在哪吃饭 我给谁吃饭 如果你不信 你可以来 但是你一次不信 两次 来两次 第三次 他不就没有自信吗 他不就怕你跑了吗 但是那你考虑过 我的想法吗 我觉得 这不就可以谈的事吗 对 但是他没跟我谈 你带他去吗 我不带他去 后来就行了 我就不带你去 我就气你 我就不带你去 对啊 那你们就是在赌气 不是在解决问题吗 除此之外 这个男人还有什么缺点吗 他的脾气很大 很不好 上次呢 他骑着电动车呢 我们出去转悠玩去 当然我就说 我说你慢点骑 然后呢 他还不爱停篮 立马把车停那了 他就跟我吵 吵最后呢 告诉我慢 你就那个想我没撤 你就想找一个 有机撤的是吧 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啊 不是 我上了一宿 一夜半 我下了半 回来 他还让我带他玩去 我现在就是烦就 哦 您觉得他不关心你 对吧 怎么上了一夜的班 回来 马上就要让他 带你出去玩呢 那个我觉得这个事 是可以沟通的 你可以跟我说 哎 我那个今天有点累 我谢会儿 咱明儿再玩去吗 或者我谢会儿 咱再去行吗 你也没有表达 因为他的工作很轻松啊 夜班不就得守夜吗 对 就守夜 不能睡吗 就是不能睡啊 一个人一夜不睡觉 这很难受的呀 但是可是他白天 也睡了一天了 行 明白了 这是脾气大 因为这个发火 还有什么事脾气大呢 你像那个 我就是跟我朋友 去吃饭去了 嗯 就是我们朋友 之前聚会 回来之后 他挡着我面上去 把床哪儿就给撕了 给屋都砸了 哦 为啥呢 你为外就不带我去 一省天我就给砸了 你自己出去玩去 不人家不是就想跟你一起去 为什么不带人去啊 不是我感觉啊 如果谁都有一个 打小弯的朋友 发小吧 好多就是很多年 从小长来碰 让他去 他坐在那儿 他自己也不自在 我的朋友也不自在 那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目前还是对象关系 对啊 他是你对象 他要求跟你参加聚会 你老不带他 你觉得他不方便 拿不出手 他心里是不是拱火呀 不是 问题是 你带着他去 他哪个他挺不住的 他跟人交换他 跟人打架呀 哦 到时候我也控制不住 怎么办 哦 你怕他们打起来了 您是经常出去聚会吗 我不是经常出去聚会 偶尔的 一个月几回呀 不是一个月 有时半年赶上一回 就赶上碰上了 行 那明白了 不是天天老出去聚 不是不是不是 那能理解 他就在家里砸家是吧 我等我回来 让我看着砸 你那个嘴比较浓缩 我也说不过你 你也爱说我妈说我妈 行 这个还会在什么事发脾气 啊 你看 他平时不喜欢我跟我 朋友妈借出妈的 那天他说 哎 你给你发小打电话 你喊得关 咱一块吃烤肉去 我一想就好也挺好啊 然后我给人打电话 就也喊来了 我们点了一桌的餐 我说人家到了 我说呢 我不知道是口味不对啊 还是吗 我说人家就说 旁边有个卖牛肉打面子 特别好吃 那我说你们吃什么味 我不吃 那我吃了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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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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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